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這次來帶大家參觀一下技嘉主板工廠的生產線 看一下一塊主板是怎麼樣被生產出來的 這次受到技嘉的邀請,我們來到台灣南屏的技嘉板卡工廠 根據工作人員的介紹 技嘉在大陸東莞和寧波也有工廠 南屏這個因為離總部比較近 所以新型號出來會先在這裡進行小規模試產 再轉到其他工廠大批量出貨 剛進到大廳我們就發現了一個使用主板零件拼出來的工廠大樓模型 還是挺有意思的 大廳這裡還有技嘉的經典主板展示 因為篇幅關係這裡就不詳細介紹了 還是快進到廠房的部分吧 因為廠內禁止拍照,所以我們都在錄像 進入廠房前需要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用氣流吹走身上的灰塵防止污染產品 那麼這裡就是真正的主板生產線了 主板的生產網簡單地說就是把零件全部焊接到PCB上 不過因為一塊主板的零件非常的多 所以還是要經過相當多的工序才能完成 第一步首先就是網已經生產好的PCB塗膝 PCB上面放有帶孔的鋼板 刷子塗過去之後就會只留下焊點的部分 經過高溫加熱之後這些膝膏就會變成可以上貼片零件的焊珠 之後會通過光學檢查設備確認焊點是不是全部正常 有沒有粘連等問題 過來就是自動貼片機,貼片零件 就是不帶長針腳,不用穿透主板的那些 會在這裡以每秒7顆的速度被埃裝上主板 在這裡我們還發現了新鮮的沒有被幹過的南橋以及MOS管 實際上這裡是有兩條貼片的產線在同時工作 整個調度的過程全部由機器自動完成 安裝完貼片元件的主板還要再經過一次光學檢查 拍照之後由電腦自動確認有沒有漏件或者焊壞等等 然後主板還要再經過一次電氣性能的測試,才算是過關 貼片零件安裝完成之後,就要進入插件元件的安裝部分 電容和跳線針腳等較小的零件由插件機自動裝上 PCIe槽、供電接口、IO接口等較大的零件就還是要用手工來安裝 另外這裡還可以看到,主板已經被安放到了一個類似盤子的東西裡面 這個實際上是為了後面焊接工序提前做的準備 主板PCB的背面也有很多貼片元件 加上這塊保護板就可以將它們擋住,只露出需要焊接的針腳 裝好的插件果然還是需要再經過一次手工檢查 全部插件元件安裝好之後就終於可以進入焊爐了 這裡使用的是波峰焊的工藝,底下的容器裝的是滾燙的錫葉 通過特殊裝置讓錫葉產生波紋 然後讓波峰跟元件針腳接觸,完成焊接 這種工藝貌似也叫破焊 焊接完成之後還需要人工進行一次檢查 如果有出現連焊短路的地方,就需要手工進行清理 最後再將CPU扣具、供電盒、南橋的散熱裝上一塊主板就算完成了 但是離可以出貨還有一點距離 接下來我們換了一個樓層來到測試和包裝的區域 這裡有手動測試的操作說明和平台展示 雖然老了一點,但是基本原理還是一樣的 以及還需要經過燒機測試,因為要在45度的高溫環境下進行 所以這個環節我們沒有實際進到裡面去看 在這個樓層我們還看到技嘉最新產品的展示 最新的Z390主板基本上都在這裡了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包餡料,以及等下偷偷順運和走應該沒人會發現吧 這裡還展出了技嘉最新的RTX系列顯卡 最後還有一張大陸沒有上市的A卡RX560 那麼經過各種艱難的測試,成功倖存下來的主板們 終於來到了包裝的區域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最新款的高科技折合機 不得不說看著它們工作還是挺有意思的 接下來就是TBL 以及跟配件一起入合 最後掃把風箱就總算可以發到世界各地了 總的來說我用過這麼多各種型號的主板 完整的主板生產過程還是第一次看到 整個體驗還是挺新鮮的 這一路看下來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各種機器和人工的檢查 幾乎和生產步驟差不多 為了確保交到用戶手上的產品不出問題 需要付出的努力還是相當大的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想看到更多電腦產品的新鮮資訊以及各種搞機經驗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還有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以及多謝電腦8評測室和技嘉提供的這次參觀機會 記得關注一波電腦8評測室的微信公眾號 那麼下次再見我是翼王拜拜